明天即将要在台中敬司堂登场的大爱之友感恩音乐会 为了要迎接每一位道场的民众 志工是利用了回收的塑胶带 自制作出1200多朵的环保生花 可以看到每一朵都是用纯手工制作的 这里头蕴藏着祝福还有慈祭的环保理念 也要和道场的每一位大爱之友来接一份好员 还有谁啊 先把礼 用手指将塑胶带小心捏出折痕 再慢慢solo 一朵别致的环保胸花渐渐成型 不同的回收塑胶带 呈现出不一样的花朵颜色 再配上绿叶及回收缎带就大功告成 为了欢迎大爱之友感恩音乐会台中场的观众们 志工们集结制作环保胸花 我们每次制作环保 看得比较漂亮我们就叫起来 颜色感觉很好看起来做起来很漂亮 赖丰美提供自家空间让大家聚在一起制作 而他自己则是早就利用空闲率先起跑 开始讲的时候啊 开始讲我就做了 做六百多个啊 只要留一点白白的做起来比较漂亮 为了追求花瓣自然形状 用力必须恰到好处 有时手指都捏到发疼 但大家一心想要把它完成 我们有任务 大家都做得很高兴的 因为做起来都很漂亮 大爱之友感恩音乐会 9月28号星期六下午1点半 将在台中晋四堂举行 只要来到现场 都能拿到这一朵美丽环保 蕴含无限祝福的环保雄花 大爱之友感恩音乐会 大爱新闻张国丹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